你先對比日本和澳洲 澳洲比較死板 比較傻一點 就是一站就站在美國那邊 日本人就是在那裡拍海媒 但其實我再認真看一看 不如我講安倍 其他人我不知道 他執政了8年 其實他不是 當然他肯定不是外國那種那麼暗直的 我的價值觀就是這樣 我肯定跟他對立 他不是這樣 但日本人他很有自己的分寸 有些事情他知道要激怒你爺爺 但是他覺得這個時候不可以讓步 或者在他的角度他覺得應該要做的事 他就不管你的了 他就做了 就好像正國神社 釣魚台的其中一個 但是正國神社是更加嚴重的 釣魚台大家都理解到 大家claim而已 你有claim他 大家救援而已 反正日本人永遠都是實際佔據的 但是正國神社 如果你純粹說我激怒爺 你沒有必要 其實你不是激怒爺 你激怒了全中國人 或者是全中國人 但是安倍就在這些方面他站得很硬 反而經濟那些 他就可能在他的角度 這就不是什麼原則問題 哎 你想不到就什麼 怎麼運錢怎麼來 是啊 然後除了這件事 還有他比較受爭議性 就是說他想改 它沒有成功 就改這個和平憲法 因為他這次是上一次選舉 拿了百分之三分之二的席位 是修憲的門檻 但是那個修憲門檻是沒有用的 不是說你可以國會議員關門修憲 他最後都要拿出公投 他的門檻 公投通過還不是50、50 好像是75比25都能通過的 就是不只是說選舉贏就有用 還要扭轉到民意 令到日本人 所有日本人都覺得 哎 屁事老母 只是自衛隊是不夠的 我們要踢走美軍 我們要弄核武器 不用核武器啊 你叫日本人弄一些航空母艦艦隊出來 是分分鐘的事而已 他們一百年前都弄得出來的 現在有什麼可能弄不出來呢 那些其實都重要不是的 現在傳統意義的航空母艦 你知道航空母艦就是飛機 用飛機打仗 但是那個年來真的是飛炮的 那些是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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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用船來打仗 這航空母艦的船就是一個飛機場而已 就是走來走去飛機場 不過也有很多防空設備 它是一個艦隊嘛 就是說那艦本身就是它一個飛機場 但是它周圍十幾隻船 加上就是一個整體作戰 以前那些真的硬風下的 好像前天有聽馬靜靜的資訊說 蘇聯自己的那些航母就不叫叫航空母艦的 叫什麼驅逐艦的 但是就同一個功能 再加上就可以射炮的 我們都有兩隻蘇聯的 我們現在不是改創作了 微詩黑號和我們的遼寧艦 都是蘇聯的 就是老大哥的貨 但是老大哥說什麼 航空母艦這些名字是帝國主義 所以不可以敢起的 他老大哥就不是帝國主義了 他是叫蘇維埃主義 共產黨就是中國共產黨定義 老大哥是帝國主義來的 老大哥還不是帝國主義嗎? 但是其實你想想 老大哥的說法是說不通的 因為他就叫做Aircraft Carrier 他就是carry著那些Aircraft 不過現在現代戰爭 航空母艦的具體作用有多大 我都不太清楚了 因為現在說到好像有什麼太空戰 有什麼電子戰 說到好像基本上就是 電子炮 在太空在Space那裡打仗 是啊 我就不知道 遼寧號之後第二個叫做山東號 然後第三號就輪到廣東 好像說 不是在江榮 不是賓州是嗎? 不是 用省的名字 是賓州 如果中國有一天統治了賓夕凡尼亞州 就可能有賓州 中國不知道第二艘還是第三艘航空母艦 它就是用蒸氣彈射器 就是用彈射器 不是蒸氣還是電池彈射 我忘記了 蒸氣是差的 電池是無限的 好像是和美國人那一款一樣的 就不用趕個鞋頭起來了 不是 理論上我們之前看了那個 叫什麼? 珠海其中一次航展 它拿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1,022還是1,115 不知道是什麼 J15 J15 不是不是不是 是厲害的那一隻 理論上如果那個東西 已經實現了的話 什麼彈不彈射都不需要 它是齒量發動機 你可以垂直升降的 跟F3不一樣 中國做不到 不是啊 以那個當年 就是兩三年前那個珠海航展 它做出一些動作 就證實了它已經做到了 就是如果那個是中國的發動機的話 那時候就說不知道 是太行有多少號發動機 我們專門還說過 不知道在哪裡搬了一隻 不知道什麼發動機 就是改了改 但是就不知道 不是啊 因為老大哥最厲害的那個是 蘇多少 蘇35 蘇35是賣給我們的 有一隻更厲害的 不是 它是賣給我們的 那款裡面呢 它是將那個 市量發動機那個東西 是弄掉了的 所以其實 我們當時買回來的 蘇35是 反正最厲害的 俄羅斯的飛機 是沒有市量發動機的 如果你說它有的話 是中國人自己弄出來的 它是基於一個 好像也是原先 蘇聯那些國家的 一個什麼發動機 蘇聯的其中一個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烏克蘭 烏克蘭好像說生產艦隊厲害的 但是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生產發動機厲害的 就是不知道 哪裏拿了一隻東西來 接著就改了改 這隻中國人專長來 改了之後就裝上去 但是它沒有告訴你 是什麼東西 沒有告訴你 這個是什麼型號 這個是什麼 但是它就表演出來 看它飛行那個姿勢 那個就是次量發動機 次量發動機 如果有次量發動機 就可以隨直升降 就是向下噴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是吧 次量發動機好像不一定是可以 一定可以 次量發動機 就是相當於你以前就向後噴 你現在就在360度 或者180度這樣轉 它可以上下這樣按 轉發動機噴的方向 就是你排氣口的方向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要緊 因為就算你有多厲害的技術 他們真的拿來打仗嗎 拿來嚇夠人 還有買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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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就說 其實這幫人不懂得看東西 看完這些東西 現在的重點就是 在那個什麼 趙龍 趙龍才賣給巴基斯太 究竟高級那些賣給他 自己都用不上 還沒裂裝 沒有這麼快裂裝 它表演的那些 它直接什麼都沒有公佈 它就告訴你 我做到一件事 我做到一件事 下面的網友的評論 看到我都同學樓梯 是啊 看到中國這麼強大 哈哈 不是 你說真的那句 好像最近那些十年 中國的軍務 是很厲害的 好像是 是啊 當然這個你也可以說 有得有失 你失去就是 全世界都愈來為敵 在外交上 你搞些什麼厲害的東西 做什麼 哈哈 你好像日本仔 日本仔那條腦就正了 扮豬吃老虎 都是叫自衛隊 但是軍火很厲害 不是 日本仔他醒就醒目 就是我不會弄一架這麼厲害的飛機出來 但是呢 我會弄一架這麼厲害的飛機 它必備的原材料 或者那些零部件 我就全部弄出來 對不對 就是我隨時可以弄一架這麼厲害的飛機 但是我不弄 我把下面那些什麼鋼 這些發動機的調教技術 這些我全部幫你搞定 然後我就拿 就是我買的是半成品 靚東西的半成品 或者A貨的半成品 那中國就弄一個A減貨的成品出來 當然美國人弄了一些A加貨 美國那些真的是很厲害的 美國那些數據說 就是蘇聯拿出來的飛機 就先說什麼 什麼35 蘇35 蘇37最厲害 還是什麼又不記得了 就說那些呢 雖然你看起來 帳面上都很漂亮 就是帳面上的數據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致命的弱點 就好像汽車一樣 我家裡有兩部車 就是同學呢 我就一年做一次保養 我讀事 就是半年要做一次保養 蘇聯那些就更加離譜 就是美國那些呢 就可能不知道幾萬公里做一次保養 蘇聯就行四分之一而已 而且那些好像不是保養 還要大收 就是基本上那個飛機的壽命 只有美國人四分之一而已 就是耍耍 是啊 所以其實那些就是 就是不可以真的拿來打仗的 就是我就不知道阿爺那些質量是怎麼樣 就是好像蘇聯一樣就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包括中國的軍迷 包括我們評價阿爺的貨的時候 就經常很喜歡跟美國人的貨去對比 其實都對 對自己各貨有些要求 但是其實你不會真的跟美國人開拖 現在的武器 就是現在的武器是不會用來跟美國人開拖 現在的武器是跟印度人 中東 非洲那些人去打仗的 那些可以有就已經不錯了 你好像那些中東人 你給他們這麼漂亮的東西 給他們不懂得用的 這個說得對 美國人就給了很漂亮的東西 給阿莎特地的一天 給他生氣了 弄得是 都不夠人家的爛工武裝打 是啊 所以你做得漂亮一點 其實就是可以買一個漂亮的價 你知道嗎 提高你的產品有益價 其實說真的那句 你買一部十年前的飛機 或者買一部二十年前的飛機給他們 其實他們得出來的作戰效果 其實是一勾洋 但是從成本 你從收益的角度來講 我肯定買一些漂亮的東西給你 不過你也不要說這些飛機大炮的那些 說到安倍盡收 說到日本 因為安倍都吐血了 不應該是 日本很難搞 他真的好像 那個叫什麼 我看中文 翻譯他 今天下午出來講的那段話 被人這樣說 有些像當年諸葛梁 叫鞠躬盡碎 死而後而 因為他那個說法 我不行了 我身體我回去休息 他不是這個說法 他說繼續再戰 不是啊 他說因為我怕我身體不好 令到我決策 對不起日本國民 做錯了決定 他其中一個 好像不知道是他還是評論講 還有7月份 就是上個月的時候 那個日本的防疫修煉了一些問題 所以令到數字有所增加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當時的決策是有決策出錯的 所以他不希望 因為他自己有醫病 可能到時候 下面扔一些方案上來 選錯了一個方案執行的話 就令到對不起日本人 所以 我還是先回家 應該就退休了 65歲就應該 不再出來了 雖然當年 他不是這麼說 他不是退休 他說 要給他休養一會兒 明年繼續選舉 你呀 那些麻生太郎 79歲都選得上 你老闆 安倍會選不上嗎 因為他當年選上的時候 他是最年輕的總統 是吧 總四 首相 他已經過了很多年之後 因為我最年輕的那次 是第一次 第一次又搞了2006年 14年之後是 當年52歲 現在已經65歲了 其實我 我記得說 好像已經是有接班人的 還挺年輕的 當然我不知道日本的政壇的玩法 因為我看到他說 就是戰後最年輕的 手上都五十幾歲 都不年輕 五十幾歲 就是當年 什麼奧巴馬克勒 那些都四十幾歲 就算了